这个人一心救国,结果却被自己人害死,一生不愧,英雄二字,自古以来我国大多数学生都坚守着,为国为民为天下新王,的守则,而并非两耳不闻窗外式的衣服之辈。 中华大地历朝历代都曾爆发过或大或小的学生运动,对时局产生过许多重大影响,靖康时期由陈东主导的一场学生运动,就是其中典型陈东,出生在一个如学世家,自幼成名的他从不拘于常理,不肯寄人篱下,也不以自己的贫寒生活自卑,在向蔡京当权之际民众怒不敢言,只有陈东敢于站出来言无避讳, 正因为陈东刚正不阿,所以每逢陈东参加聚会,周围的人都害怕牵连到自己,而不敢接近陈东之后,他以共生的身份进入太学后,并未变得低调,反而更加直言不讳,轻松登基后,陈东审量时局联合其他中军爱国的学生共同上奏先后列举了包括蔡京同贯等六名霍乱朝政的重臣,实际上这六人在宋徽宗时期, 早已臭名昭著天下世子君以其位齿,陈东等人义正仁慈的举动,迅速得到了普天下正义人士的呼应,满朝忠心耿耿的文武,纷纷拥护,形成了一股匡扶朝政的洪流宋亲宗建大士索区,为了加强自己的威信巩固宋朝的统治, 所以将其中三人严查处理大快人心,就在处理这三人的同时泰京,同贯听到风声追随宋徽宗向南逃窜,陈东觉得这二人是为货朝廷的罪魁货首,不能放任他们逃跑,此外同贯泰京二人挟持宋徽宗,是向另见新政心怀不轨可惜,宋亲宗并未听陈东的话放任二人逃跑, 留下了隐患宋徽宗退位时,曾宁说自己除了道教的事物外其他一概,不管但是在蔡京,同贯来到身边后,借着太上皇的名义,先后把东南地区的大权,来在手中,并打算重新上台统治天下, 对宋亲宗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靖康元年金兵撤兵在王国之威解除后,宋亲宗终于想到处置蔡京同贯陈东在此时第四次联合学生请愿处置蔡京等人,最终六名罪魁祸首全部伏法,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李燕贬折,赐死,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王府贬折,仇杀,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梁诗成贬折, 一死,靖康元年七月蔡京贬折,并死,靖康元年七月同贯贬折,斩杀,靖康元年七月朱勉贬折,斩杀陈东等人不顾自身安危,不断请求皇帝处置六名祸乱朝纲的奸臣最终使朝廷摆脱了六贼当政的危局,在这一过程中,陈东以及联合上书的学生们,并未替自己谋起半点私利成为可贵, 所以说这场由陈东主导的学生运动,是一场十分纯洁的爱国运动正因如此,朝纲得到了重整齐后发生的东京保卫战最终得以胜利在东京保卫战中送朝兵败如山倒,统治者一度打算将江山拱手让人姓儿陈东挺身而出, 带领太学生们与主张投降的官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力错阻降台,使满朝文武同仇敌忾,抵抗侵略者让金国人不得放低身段放缓和谈的条件并且,还没等宋朝凑够赔付, 带领两旧仓皇逃离远渡黄河返回北方使国家脱离危机,也正是因为陈东之举宋朝得以苟延抬喘,在卧薪尝胆,终从镇山和金国人退兵后,朝廷开始追查这场学生运动中的步伐事件, 众所周知,在学生运动中常有流血事件发生,宋亲宗下令对趁火打劫,当众施暴之人,已军法处置史籍,记载在学生运动发生后,首先有几十名趁乱行凶的家伙,被斩首以警校游,宋亲宗,在表彰了太学生们忠意,知名外还驳斥了太学生们的冲动行为,对此当时的舆论,大多倒向了太学生, 为这群敢于站出来匡扶朝纲的学生们鸣不平,甚至许多官员纷纷上书皇帝,对宋亲宗博士学生们颇为不满,还陈述陈东在这场运动中,忠心耿耿,万万不可惩戒,此外还有不少呼声支持陈东做官,并请求皇帝重赏陈东就这样,宋亲宗在当年下令赐予陈东金氏出身,算是为陈东平反并认可了这场学生运动, 陈东平反后再次上书,请求朱砂派经与此同时,还屡次辞官先后五次上奏,最终得以批复回乡至此这场劲,康学生运动达到了非常直观的效果,在运动结束后,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可以说这是一场极为成功的学生运动。 后来,在宋亲宗的错误举措,以及朝中投降派死灰复燃下,宋朝遭遇了靖康支持,为了能够再次拯救江山,陈东在宋高宗即位后当即返朝,投入到光复河山,的建设中最终宋高宗,为一己之私利,决定杀掉陈东等人。 于是他就和黄前善密谋,以除掉陈东等人。 建言人年8月25日陈东与欧阳彻一起被杀于即是上一代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陈东就这样魂归天国了可以说陈东的一生,不愧于英雄二字,让人不由地想起那句, 辖之大者为国为民绍兴四年,高宗追赠陈东为朝凤狼,密格修传自前五百名, 继牧田四时请参考资料,宋史卷455列传第124中一时陈东传,靖康传信录,卷二转载自成赵琪,陈东与靖康学朝。